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鲁大奎奋不顾身地冲到日军前面 重新点燃了炸药引线 整个军火库瞬间爆炸 鲁大奎壮烈牺牲 日军间谍田宽一郎 伪装成厌战的日军逃兵 前来投靠八路军武功队 请求保护 武中义从铁边那里获知此事 决定采取行动刺杀功成少将 吕修文为了进一步考验田宽一郎 就让他向八路军提供日军情报 田宽一郎说出 功成少将要在一个星期后来 鲁南战区视察的消息 角度我已经调好了 怎么打你也学会了 一会儿一旦开打 你微调角度就行了 明白了吗 明必是明白 就是 心头还是有点虚 没什么了不起的 打两发炮弹你就明白了 要是打不中咋办了 你怎么总想着打不中呢 打不中也没关系 炮一想 鬼子是不会坐等咱们轰他们的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咱们 咱们需要的是拖延时间 你隔一阵打一发炮弹 直到把炮弹打光为止 明白了吗 明白 死不过想的也 要是把鬼子打得稀巴来 哪才好嘞 肯定要炸得稀巴烂 要不咱费这么大劲 把炮拉上来干什么 是 这这这这炮确实好 但就太沉了 原来呀 我现在也弄他两门 我说现在看来 弄了也用不了 铁大当家的 等有机会 我送你两门步兵炮 杀伤力没这个强 但是灵活 有皮骡子就能拉走 那才好了 不过我看你刚才在那儿 又描又算呢 我这学问太大了 我怕我学不会 哎呀 对于学问那个刮西塔 这个手里混 你要不会的话 我教你 我不踢你 哎呀 哎呀 换我装好了吗 装好了 放心吧 小四川机灵着呢 大当家呢 啊 那边咋样 差不多了 弟兄们 一会山上的炮一响 小鬼子肯定来找炮来 如果他要来了 弟兄们 咱们拼命 也得把炮保护好 谁要怂了 回去我扒他皮 听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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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咱家的 你发情好了 这别的地儿 我不敢说 那只要在咱们矿区里 这小鬼子要想跟我们斗 老子扒了他皮 今天这一仗干得有点大呀 千万不能出啥差错 大哥 你怎么来了 莲花 你怎么来了 我爹说了 一会儿你们炸了仓库 外面的坑道肯定受到震荡 他抽不开身 得有人领你们车队到上面去啊 好 好 好 你去看 是 鬼子来巡查仓库 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 打都没有 打都了 打都了 吸收打 把这个鬼子的局 打点吸包来 好啊 这大炮打小鬼的鬼 老子要是有几十门大炮 那该多好 大堂家的 这以后你要是有了炮兵连 我来给你当连长好不好 你去窑子放炮会 这大炮你懂吗 什么情况 没有发现敌人 但情况不明 是 原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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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三 九 八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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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一起 走路 走路 你 放下方向往往 撤退 是 注意 中心炮轮的鬼子出来了 准备 我和修文守在这儿 其他人赶快按扎勇 是 走 是啊 你好 是 你是 你会打破我 你们 我他们也找到了 就去找它 你终于保护 它必须保护 你必须保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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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鬼子察觉了 抓紧时间准备 打 大当家的 这儿就交给你了 那得去找他们队长 看那儿人少 好 你走吧 这是江湖火你放心 走吧 打 还行 开 开 开 烧口 itarian 哥 兄弟们抓紧啊 翻角落里 兄弟 帮帮手 来 给我个渣药包 来 大伯总 接着 大奎 你咋来了 外面啥情况 铁巴囊家的跟鬼子上打着呢 你这缺人手拿来帮你 来 铁 铁们 以后支援的小鬼子就来了 咱们现在马上撤 跟他打游戏 好 好 肚子呢 来得真快啊 把他们也吃掉 过来 来这儿 川郎 你领带要继续安榨药 我去散户哥那儿看看啊 是 快点啊 好 糟了 那边打起来 兄弟们 快点 快 你们这人杀了 等我 esse人 一哥 抬开 三虎哥 鬼子马上打进来了 你们还要多久啊 快了 就差最后的隐线了 我帮你啊 不 不 这儿不用你帮忙 交给咱们俩了 你们几个 跟着铁姑娘去帮着队长 阻击鬼子 是 快 走 杀手链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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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来 杀手链弹 杀手链弹 快的 快的 下等这兄弟 在用神秘帆 reasoning 杀手链弹 快点 都麻利点 好 好 三哥 我们都准备好了 山龙 把箱子和引爆器给我拿过来 快快 快 太好了 等队长他们一出来 咱们立马引爆 来 等报往了 回去跟他唱酸水啊 都啥时候了还唱 回去再说 你说的啊 你要不跟他唱 那就揍你 长本事了你 我 快快快 先推先推 你又把死死给我咬住 不能让小鬼再杀了 打 最后被又跑死别搭了 对 二弟 你高快去投资贴答当家里 还咱们去 鸽子 你在这儿把跑给撒了 你们两个 跟我走 快 武大哥 他们都准备好了 咱们撤吧 撤 走啊 告诉弟兄们别在这儿 撤 部队长 关门 准备好了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你下命令了 干得好 糟了 八郎要弹药迫禁 快 把全部都关掉 停 炸了他 是 你 怎么回事 可能是哪个线段 我去看看 我去 我穿着鬼子衣服 我去 其他人 原地待命 对的 哪跟你去 小心 大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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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跟着你打鬼子 南路大葵 不后悔 大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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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Safety 大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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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虎 开门 开门 大虎 放车 我放车 我放车 放车 哈哈 八路军就这么神通广大吗 埋在地下这么深的秘密仓库 居然都被摧毁 皇军用来扭转关键战役的秘密武器 被毁得一个不剩 前天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他们又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阁下 这个属下真的不知道 仓库完全被炸毁 就连周边的矿洞 也被真塌了一些 我不要听这些 每次我们对八路 都是连番实力 一定是有一根毒刺 砸在我们身体里 每到关键时刻 就来祸害我们 你 一定要找到他们 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把这个毒刺给我拔出来 は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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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马上就给你唱 大愧兄弟 你跟着武功队出山入死 鱼血奋战 前前后后的大仗小仗 你是一场都没拉下过 兄弟们当中 最辛苦的就是你 哥知道你累了 放心躺下 好好休息 你没杀完的鬼子 兄弟们替你继续杀 小鬼子侵占我河山 杀害我父老 我们不去死 会有更多的同胞死去 我们的牺牲 是为了更多的人 好好活着 为国而战 我吴忠义不后悔 我吕修文 不后悔 我小死出来 不后悔 我们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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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躺下了 会有更多的弟兄跟上 我们身后站着的 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 我们的牺牲 庄税为朝 还有我在 庄税为朝 你我同在 令人 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妈呀 说你胖你还喘着呢 啥子 你还不出于打铁铁我小春的名声 你还有名称 你还有名啊 那你名称啥呀 我 我叫吴沙康 你往来挂嘻嘻嘻 这是你遇着吴大娘以后她给你起的 难问的是你的真名 你本名 本名叫相思穿 不好意思说 从你这个长的这个样啊 那你觉得你应该叫什么狗钉啊 或者驴屁股啥的 你才叫狗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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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叫驴屁股 等等等等 你 我跟你说 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还整没有整名字 但是我不告诉你 我打死也不告诉你 打死你我就告诉你 坏蛋 说话给他埋坑是吧 还打死你打死我 你跟你说 打死我 打死我 你咋个琐事就死了 你咋那个招呼都不搭呢 你不是还想想念我的名字的吗 我上次说的 等到你死了以后我再跟你说 我哪是开尾还笑的 现在你死了 我就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但是你不准想啊 锁好了你不准想啊 我得打命 你叫出江湖 你叫出江湖 大亏 说句实话 从我起始开始 我就没有用这个名字了 我也不晓得 我定将是杂湖的 要跟我取口找到 女儿的名字 比起来还来这个名字 还女儿 但是你现在晓得了 你是唯一一个晓链的人 你要帮我收到秘密 你要帮我收到秘密 要不得我就打死你 这 你查过就死了吧 你查过就死了 你查过就死了 他很快 我找到秘密 快 你们知道了 有哪个晓链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实在是恶极了 吃了你的红薯 我愿意赔偿你的 太 太决 几个红薯吃就吃了 要不您再吃点 还有 还有备的吃的吗 没有了 谢谢 你 你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叫田宽一郎 我非常仰慕着中国 这些钱我希望能买些粮食 不用 不用 师父的说 不用钱 不用钱 我 我 我是从黄军金融里逃出来的 他们正在搜捕我 啥 你 你是逃兵 我是一个还好合并的人 不愿意杀中国老百姓 更不用参加这场不斗鱼的战争 所以这不算是逃兵 那你 你现在不是太军了 对吧 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多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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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逃兵 鬼子的逃兵 一个老乡碰上的 我们想办法查查他 哎呀 一个逃兵有什么可查的 现在有一小部分底层的日军 有了厌战的情绪 还悄悄地组成了反战同盟 如果咱们可以好好地利用起来 也是抗战的力量 还有这是 之前就发生过 四十六名日军暴动的事件 几百万鬼子里面 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难道咱们真是撞了大运 碰上了一个 探探底细也好 鬼子投降这事如果宣传好了 也很能振奋抗战将士的士气 咱们摸摸他的地 摸摸他的地 好 刘啊 你还是先让老乡都回去 我的都为一道歉 行 行 你们都回吧 回吧 别看了啊 来 慢点啊 都回吧 都回吧 来 你就是这个逃兵 叫啥子 伊朗 我叫警官伊朗 老乡 我并不是逃兵 我只是野武之上战争 对于鬼子来说 你就是逃兵 但是对于我们八路军来说 你就是弃然透明 请问阁下是 我是八路军武功队队长 吴总义 原来国家就是 久仰久仰 你是不是砍到气 我把你们打掉了 我花流水里 所以你就投降了 我不是来投降的 那你是来抓紧的 我不愿意打仗 现在黄军到处在抓我 所以我来寻求你们的保护 起这个小鬼子 太不要脸了 起来我们总会杀了那么多人 现在还要寻求我们的包袱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中国老百姓啊 你总伤过战亚厂吗 你总打伤过我们的兄弟吗 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而已 并没有罪过 却好像有罪的只是杀人的人 而不是杀人的刀 说八道你的人 管你一套一套你 你不是来偷降令我 你是阿达你情报的 吴队长 我是真诚来向你们寻求帮助的 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 但是 吴队长 你处理问题的方式非常的粗暴 令我非常地失望 老子要不是你爹 你是不是万贵我屁事 吴队长 吴队长 你先把枪放下 哎呀放下 怎么了这是 有个逃兵 还要寻求我们的包袱 毕竟我是一个日本人 虽然我严有这场战争 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去攻打皇军 那我们就送你回去 反正你们都是日本人嘛 跟自己的兄弟喝杯酒 那吴队就解决了是 是不是啊 到时候在战场上 你还可以跟他们说一下 只能打拼啊 你这儿 我不能够回去 回去的话我会没命的 那你这儿背识背后啊 要不然 弄点鬼子的情报 要不然 我们送你回去 给你们情报 那不还是终于攻打皇军吧 那你就不想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呢 请绝点 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 让我的战友实在执政之下 老花不想让你 背识我们装鬼子的两次的 队长 让他思想有所转变 总得给他点时间 这样吧 先把他留下 看看他能帮咱们什么忙 你 先替我们向鬼子喊话 跟他们讲讲道理 你们愿意相信我 哪要看你表现啊 因为你是鬼子 让我们相信你 还糟了点 是 接触了以后 你对这个小鬼子的感觉怎么样 那就是奉坑后头的石头 有仇有仇 是不是小鬼子都是这个点心啊 我觉得很奇怪 他要是奉命来卧底 打探我们情报的 那么他对于我们的要求 应该给予配合 而他完全摆出了一副厌战的样子 除了替我们喊话 其余的 统统不答应 那你信得过他吗 我恨小鬼子入骨 你觉得我信他吗 小四川 你看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觉得他要不是过来自探的情报的 要不然呢 就是当了逃兵 不想打仗的 你这不是废话吗 多管啥是反应话哦 你咋说了 我的人物是变业武队长 这个小鬼子 他到底想的是啥子 那是你那种 丽丽专 我被这个武队长 死不得多么唯物 唯物个屁 武队长有情况 你这种方法 攻城少将是日军大本营的决策人物之一 位高权重 他这次来视察 肯定是因为小泉他们连番失利 大本营的人坐不住了 他具体来干什么 反正攻城那个他没说 但是他来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条大鱼 我们得网住啊 只用这个老鬼子的命 给我女儿陪葬 不杀个鬼子少将 怎么能陪陪起我姑娘的命啊 我赞成刺杀工程少将 不过他下来视察肯定是戒备森严 我们怎么行动 那个小鬼子 我们要好好利用一下 就在这儿 你要死人权落后对这鬼子投降的话 我们就相信你 死尊性要投靠我们 红军队部队里 有很多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我不知道 我的权说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效果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好 放心吧 快去 开用 车 小匠 不 二刀兵 太拼一郎 是 你 在家 室家の親友会 不要跟助 姑娘 但是, 諸君がここで冷たいおにぎりを食べ、 嫉妬殺しの兵器で、 我々と仇のない中国住民を殺し、 まだ我らの親、子供、 この戦争のせいで、 いい生活にできない。 けど、この戦争の起こした人間は、 桜である庭は日本酒を飲んだり、 傑者と夫を語りして、 それは不公平でしょう。 平和の愛好者として、 他にも人間とっても、 俺は家と夫子と夫婦を飲み、 片方と夫婦に飲み、 この小鬼は人才が人才で、 とても良いです。 他のことを言う? 他の言葉は、 八路軍の五隊長は、 人品不安なか、 还是那个吕副队长 是个英雄人物 劝他们 都投奔吕副队长 不扣了 你说的是废话 每日仕事が終わって 妻と粗末な飯を食い 息子の楽しく走る姿を見たい 彼の顔はもう三年当てません 妻の横に会いたい ここに暮らし戦争のせいで 鬼子内訓了 就是 听这个声音 好像鬼子开始指揮打指揮了 这个小鬼子还厉害哦 说那么几句话 他就和鬼子指揮打指揮了 太变了死狗 也不晓得和他 到底死了好多个鬼子 神残 你能晓不得呀 那个天快 那那个喇叭 在跑路前都遗憾 女队长翻译了一下 她说的是 大陆军 那个吴队长 她说的其实是我 是个小四川 是个小四川 百业的这个吴队长 那就是 引领生物 无比轨唱 只比足够粮 最重要的是 这个天快 喇叭这些话以后 你晓不晓得 发生了啥子情况 小鬼子朝外头放了几家 说多一了 但是也不全 这个天快 他喇叭了以后 他求是朝外地放了几枪 还从里头 扔了十个人出来 他们都打起来了 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估计 他都肯定还是 死了三十个人的 这个天快 那真的是厉害哦 说了这么一废话 死了七八龟龟子 人才 局队的人才啊 小四川 真的像你说得那么神吗 队长 我想申请一口特殊人物 什么特殊人物 我想到的这个天快 且到每一口日军举队 且还滑 握握握握 那鬼子肯定就打起来了 那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抗死功劳啊 万一是鬼子的奸计呢 不可能 你总没有开到 他们都打起来了 那是什么的 他们在炮楼里面向前方放枪 装作是打起来了 把鬼子的军装穿在死人身上 再把尸体抛出来 你又没上前仔细检查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 怎么样 我的武队长 当然 三胡说的 也只是一种可能 李修文 你观察这个天宽一郎 觉得怎么样 这个天宽一郎 很有演讲天赋 说实话 我要是鬼子 听到他那些话 也会动摇的 那就按小四川说的 带着他到各个地方喊话去 管他是真是假 只要他能讲 总能动摇一部分 小鬼子的军心 部队长 你现在是是塔英了 我处理住也好嘛 我可以看我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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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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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个小鬼子 在那次国阿西系列 你好得认识韦山上剖腹嘛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刺杀功臣少将 对 这可是个监局的人物啊 刺杀木村旅很难 捣毁鬼子的秘密仓库也很难 可我们都做到了 好 我会通知渤海 让他打听工程的行程 和他的行程路线 一有消息 立马通知你们 谢谢 谢我干啥 我忠义通知 要说谢 我得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捣毁了鬼子的秘密仓库 那些毒气弹一旦被用在战场上 后果不堪设想 鬼子还有在制造毒气弹呢 毒气弹也没那么容易制造 小鬼子辛辛苦苦造了那么多 一门心思扭转路南的战局 没想到被你们炸得一个都不剩 大本额的那些人都快气疯了 要想再造出这么多毒气弹 鬼子是要花不少的时间 鬼子造多少 我们就毁他多少 对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幸亏你切得不甚 不然以我们这儿的医疗条件 肯定救不了你 为什么想自尽 因为我这缘故 几名烟雾战争的日本士兵 无辜缠死 都是我害死的 所以你就想自尽赎罪 你自尽 你自尽日本人犯下的罪行 就能得到饶恕吗 你想过没有 你要是死了 杨子怎么办 你的儿子怎么办 你听那种日语 对 你才是真正的武队长吧 因为我是日本人 所以你们都不信任我 对吧 先不管谁才是真正的武队长 我问你 你为了你心中的内疚而死 你对你的妻儿就不内疚吗 对不起 你是不是以为那几个士兵 是被你害死的 你错了 他们是被军国主义害死的 不仅仅是他们 从以前到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被这种狂热的军国主义害死 你要是想赎罪 真正需要做的 就是帮助我们 尽快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救下更多的人 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早点回到日本 陪伴你的妻儿 你说得对 我以后都听你的 希望尽早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 你选择相信田宽一郎 还行吧 他自杀的时候挺坚决 我感觉他还挺真诚 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机会 他现在愿意帮助我们 如果把他争取过来 他可以利用鬼子中的反战同盟 成为我们的一个情报来源 来 进来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据点 这里就是满陆军秘密据点 其中的一个 像遮远的据点还有很多个 对 还有很多个 平时我们都分散在各个据点 一有任务我们就会集中起来 难怪皇军一直抓不到 你们八路军的主力啊 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远远比不上日军 但这里是中国 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对抗侵略者 比如依靠争过老百姓 如果仅仅是靠老百姓就可以的话 那我们早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有 想这样伸出鬼没 你们肯定还有其他的手段吧 我就不方便多问了 等你渐渐融入进来 就知道我们是靠什么取胜的了 进来吧 这边 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战利品 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来 坐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 皇军里面的传言都是不准确的 这话怎么讲 吴追长 实话跟你说 在皇军的士兵里 都是很轻视你们八路军的 认为你们这是比拿着出头的农民 好一点点 但是 今天参观了你们的居店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啊 尤其是罚报这种事情 需要专门训练的人才 像你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据点 都能够用它来联系作战 我看 虽然你们在武器装备上不如皇军 但是在人缘素质上很强大 尤其是你 吴队长 还能说一口琉璃的日语 你们八路军真是人才辈出啊 哪里哪里 我算什么 我们首长的本事 那才是大了去了呢 怎么样 天冠军 你现在对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 是不是更有信心 真正的输赢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接触它 让我早点回国 和我的齐儿传去 你说过 日军的士兵里 有一些和你一样厌恶这场战争的人 而且我知道 你是个聪明人 如果你清楚自己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 你是不会选择投奔我们的 我本来不想这么做 毕竟这是一种背叛 不过既然要合作 那我就应该拿出一点诚意来 我可以使用它吗 你会吗 我曾经在黄军的花卧室工作 那里有我的好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 怀念家乡 如果要获取情报 那么黄军的花卧室 不是最好的渠道吗 请随便 阁下 天天军 大本营的功臣少将要来视察消息 你已经知道了吗 属下已经知道 我们的部队接连实力 就连大本营 基于厚望的秘密仓库也被毁了 功臣少将这次来视察 恐怕不久之后 我这个司令官也就当到头了 阁下 属下认为 功臣将军来了之后 会看到我们的奴隐 更会看到阁下的难处 你不必安慰我 这次功臣少将的安全工作 就由你来负责 他要是出了任何的差错 那就不是我当不了司令官 这么简单的事了 阁下放心 我一定保护好功臣将军 让你调查的独自的那件事 进行的如何了 有一定进展了 吴队长 网完了 我已经给我的 王武士的朋友完了电报 若他是跟我怀友一样的心思 会把情报传递过来 辛苦了 那还要感谢吴队长给我的信任 是不是我的好友给我毁信了 天宽君 你先忙着 我出去办点事 您请便 怎么样 天宽有没有搞鬼 他发出的电报 确实是带询问情报 我觉得我们怀疑 错了这个小鬼子了 先看看他给咱们的是什么样的情报 再决定是不是应该相信 你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渤海打探他的消息也是 工程抵达的时间就是一周后 具体的行车路线 渤海说他会想办法继续再打探 但是难度极大 还不是你们的战绩太辉煌了 弄得工程都害怕了 所以才这样小心翼翼的 别担心 渤海那边也有消息 马上告诉我 好 好 你放心吧 北冠军 吴队长 忙完了 我去开了个会 坐 吴队长 我这里也有一份消息 一个礼拜之后 大本营的工程少将 将来这个房区是差 真的 是我的好友给我发来的情报 我现在还不能判断是真是假 但是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话 那么小权司令官 将要集中所有的力量 来保护工程少将 把洛军如果要有行动的话 可以在皇军兵力空虚的时候行动 我知道了 这个情报很重要 田冠军 谢谢你 吴队长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情报了 你怎么这么问 我是刚从你嘴里得到的这个情报 吴队长 你如果要是从我这里得到这个情报的话 那你表现不会如此 你刚才说你去开会 是不是已经去讨论这个情报了 那你总是要是从我里面称论这个情报 你 这就是从我里面称论这个情报 你应该是从我里面称论这个情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